四肢虎高 然后那个鸟要踩的 要脚踩的 脚踏板 两个在这里stand by 在这里准备 等一下 有四肢 要框柱绳子用的 在这里stand by 好 开始 这个竹子 先停行 这个一定要在它顶上 停行 然后竹子到这里 对不对 再扣一尺 一尺等于就是你这个 过来一尺大概就插在这里 好吗 好 插的时候 不要插太斜 因为它坦上来 那个动物的脚还没套到 它就停止了 等于零 你也不要插得太直 万一你插好了 你这样拉下去的时候 啪 断掉 那你整天在这里玩就好了 好 就是它在70度到80度 开始插 插下去 就刚好在上面 对不对 有没有 齁 插深一点 有没有 刚刚好 有没有 小心 很多猎人 两个水汪汪眼睛到山上 回家的时候 都圆龙 就是被这个打到的 太有自信了 有没有看到 等一下我教你们 设陷阱的时候 怎么样才不会被打到眼睛 很简单 好 插好了以后 开始射陷阱 第一个 手要这样子 万一你在操作不慎 打到这里 就不会打到眼睛 好吗 你如果这样玩 万一这么啪 打到眼睛 很危险 手这样子 来 开始 我刚才不是讲说 这是机关吗 一长一短吗 抓住 抓住场的一端 跟绳子一起抓 看清楚了 抓住场的一端 跟绳子一起抓 卡住 卡住就好 这一只手 把这个机关 撥回去 绳子一样回来 来 脚踏板 卡住 它就卡了 知道吗 尽量卡上来一点 忘记那天晚上下大雨 被雨滴答到 它又弹了 知道吗 要特别注意 来 抓住场的一端 跟绳子一起抓 跟绳子一起抓 卡住 卡住 这一只手把它 撥回来 有没有 卡住 这一只手把 把这个机关 撥回来 撥回来 撥回来以后 卡住 这一端碰地 利用它的弹力 利用它的弹力 然后呢 也许 那个鸟会跨过去啊 就一根啊 你可以 可以加一根 加三根 都没有关系 加强命中力 小心轻放 如果你用力放 它又要弹下去了 用力放 它就要弹下去了 知道吗 哦 来 抓住场的一端 卡住 跌回来 来 脚踏板 卡起来 然后 小心轻放 加强命中力 小心轻放 然后 看起来不是讲 这是使节吗 使节怎么当活节用 很简单 绳子 从中间穿出去 它就变活节了 有没有 好 它就变活节了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放住 好 拍摄的四肢 这四根 就用到了 开始 一 好 二 来 三 三 四 大概 大概两尺 太长了 折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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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长了 不行 折断 陷阱就做好了 但是特别注意 你会这样 还是不行 那个鸟还是动物说 我昨天从这里经过没有这个啊 它一定有戒心嘛 对不对 一定有戒心啊 它不是从这里走 就是从这里走 对不对 那我们不要比鸟还笨 我们 外面很多的数字很简单 你看我怎么弄啊 所以当你做了一个固域 这个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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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需要 製造一个固域 这个固域 所以如果有人在这里走 所以如果有人在这里走 拿那个又浓又密的 又浓又密的 又浓又密的 长一点 都那边 越浓越密越好 目的是让它不要往外跑 让它走这一条康庄大道 好 这样就这样才是真的射线 来 谁要先当猎物再当猎人的 来 好 你 来 你的手 手去踩 我会被打到 这个固域 你可以严厉一点 来 来 踩 踩 踩那两根 我会被打到 你会被打到 你会被打到 不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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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再来一次 我这时候被电器拒到健骨了 所以 不太礼貌 你看葡萄的 那个鸟齁 它的一种习惯性就是 喜欢踩高的 过去 跨过去 好 再一次 整个按下去 它马上就那个 那两个也为求生专家 那个Discovery 那个两个都穿 脱鞋子那个 那两个叫什么名字 我忘记了 好 十字